正在看此视频的您 财富之权已悄然涌动 幸福与健康正向您挥手 这不仅是巧合 更是宇宙的安排 让我们携手迎接好运的到来 今日分享的秘诀是 特别提醒生肖牛、龙、羊、鸡的朋友们 10月8日至10日 有重大事项将至 切记要留意相关禁忌 无论多忙 都应抽空了解 运气就像变幻莫测的天气 时而晴空万里 阳光灿烂 让人心旷神怡 仿佛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有时天空也会乌云密布 阴暗笼罩 挑战接踵而来 让人感到无助和焦虑 这样的波动 就像自然界的律动 提醒我们要珍惜 每一个好运的瞬间 同时在困境中保持坚韧和希望 期盼困难过后的晴朗 在日常生活中 机遇的出现和消逝总是不断上演 当好运降临 我们应紧握那转瞬即逝的时刻 全力以赴 因为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 而在不利时机 我们更应保持警惕 审慎行动 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损失 只有懂得把握机会和保持警醒 我们才能在这变幻无常的世界中 找到自己的路 走向成功 随着十月的寒露节气降临 人虚年的运势渐显波动 一些生肖可能会感受到运势的起伏 在这个季节 天气渐冷 万物开始进入休眠期 在这个时期 生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和变数 有的人可能会感到压力增大 或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障碍 但这也是一个反思和调整的好时机 通过保持积极的态度和谨慎的应对 可以在逆境中寻找机会 为未来的运势上升做好准备 请在评论区留言 祝自己和家人大吉大利 好运连连 愿好运永远伴随您 如果您也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 请在评论区与我一起祈福 共同渡过难关 生活充满了未知和变数 就如同天空的云彩 无法预测何时汇聚或散 人生亦是如此 幸福与不幸往往在一瞬间交替出现 这种不确定性教会我们要珍惜当下 保持警惕和适应性 以面对可能突然降临的挑战 正是这些未知因素 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也激励我们在逆境中寻找光明和机会 在10月8日至10日 某些生肖的财运和健康状况 将会有显著的变化 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可能会增加 这可能会对他们的职业生涯造成影响 财务状况可能会紧张 而健康可能会因为情绪的波动 或环境的变化而受到影响 这提醒我们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 然而 这也是一个反思和调整的好时机 通过积极的态度和合理的规划 我们可以在困难中找到新的方向 为自己带来好运 在10月8日至10日 有些生肖需要特别留意一些重要的事项和禁忌 即使生活忙碌 也要抽出时间来了解这些信息 这些生肖在财务上应避免重大投资 以免损失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小心 以免引起误解或争执 健康方面也不容忽视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至关重要 在做重要决策时 避免冲动 建议多听取他人意见 注意这些事项将有助于我们平稳度过这段充满变动的时期 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么哪些生肖将会经历重大事件 需要注意什么 有哪些禁忌需要了解 首先生肖牛 在接下来的8、9、10号三天里 属牛的朋友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运势上的波折 对于理财 建议属牛的人在这段时间内要特别谨慎 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和投资风险 以防财务损失 职场上 建议属牛的人保持开放态度 适应环境变化 积极寻求同事间的协作 同时也应注重个人健康 维持规律的生活习惯和均衡的饮食 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压力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保持头脑清醒 做出明智的选择至关重要 这将帮助属牛的人稳定过渡这段时期 并朝着长远目标前进 生肖龙 以其坚定的自信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而闻名 可能在8至10号这段时间经历一些运势上的起伏 在经济方面 建议龙族谨慎投资 避免冒进的决策 以免财务上的损失 职场上 他们应该避免孤军奋战 多与团队协作 确保决策的周全性 同时 也应关注个人的身心健康 不因工作压力 而忽略自我关怀 保持谦逊与耐心 灵活面对挑战 将铸鱼龙在本月更好的驾驭局面 追求稳定发展 生肖羊 以其温柔 善良和创意无限而受到赞誉 但在8至10号这几天 可能会遇到一些运势上的挑战 在财务管理方面 羊们应避免无谋的投资 特别是那些高风险的项目 必须做足功课 在职业生涯中 应注意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 避免与同事发生冲突 保持团队的和谐至关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 也应留意情绪调节 防止过大的压力损害健康 总的来说 保持冷静 慎重决策 倾听他人意见 将帮助羊在本月顺利过渡 实现良好发展 生肖姬 因其敏锐的智慧 精明的眼光和对完美的追求 而备受尊崇 但在8至10号这段时间 他们的运势可能会有所波动 在财务方面 基因避免贪婪的投资行为 不要冲动 对每一个财务机会 都要进行慎重评估 在职场上 需要注意与同事的有效沟通 避免因挑剔过度 而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维护团队的和谐 显得尤为重要 在生活中 也要注意保持身心健康 不要让压力影响情绪和身体健康 总之 保持清醒头脑 倾听他人意见 将助于姬在本月稳步前进 把握住机会 总之 在八、九、十号三天 对于四大生肖而言 切记因小事与他人产生矛盾 保持冷静和理智尤为重要 心直口快可能导致误解 影响人际关系 因此在沟通时应更加谨慎 在事业和感情方面 把握时机显得至关重要 不应轻举妄动或擅自做主张 特别是在做决策时 建议多听取他人的意见 以确保选择的全面性与稳妥性 通过理性处理人际关系 及时抓住机会 这样才能在这个变动的时期中 实现更好的发展与幸福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 两个特定的生肖 将迎来运势的大幅提升 财富的增长 仿佛泉水般源源不断 让我们共同探索这一现象 在此期间 根据个人的出生年月 每个生肖的运势 都将呈现出各自的独特趋势和变化 例如 那些农历生日落在春天的生肖 可能会在职场上取得重大突破 创造出引人注目的业绩 夏天出生的生肖 感情生活中 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甜蜜时刻 促进了解和亲密关系的深化 而对于秋天出生的生肖来说 健康和情绪的管理尤为重要 以免因应对外部压力而感到劳累 对于冬天出生的生肖 这段时间内在财务方面 可能会有惊喜的收获 是筹划新投资的好时机 总的来说 深入了解自己生肖的运势走向 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把握 十月的每一个机遇和挑战 调整自我心态 促进个人成长 这三天 有两大生肖的运势将显著提升 财运更是如潮水般滚滚而来 赚钱的机会层出不穷 这段时间 生肖们不仅能在工作中 获得意想不到的突破 还能通过良好的投资眼光 收获丰厚的回报 他们的努力与付出 将在这个月份得到应有的认可 创造出一片繁荣的局面 无论是在主业还是副业上 都是展现才华 实现梦想的绝佳时机 在这个运气翻倍的月份 生肖们要把握机会 积极行动 以便在财富的浪潮中畅游 收获更丰盛的果实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 属猴的朋友们 将迎来一波强劲的财运 仿佛一条财富之河奔腾而至 源源不断地带来赚钱的机会 本月 他们在职场上的表现 将格外抢眼 不仅能够赢得上级的青睐 还能得到同事们的鼎力支持 投资方面 也可能迎来意外的收益 他们的智慧和应变能力 将成为抓住机遇的关键 带动财务状况的飞速提升 同时 社交圈的扩大 也预示着更多合作机会的到来 为他们带来更广阔的人际网络和资源 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充满可能的月份 属猴的朋友们应当把握时机 发挥自身优势 享受这段难得的财富累积和成功时刻 接着 鼠舌的朋友们也将在这三天内经历运势的大幅提升 财富之门将为他们敞开 带来连绵不绝的赚钱良机 在工作领域 他们将展现出非凡的才能 赢得领导的肯定和同事的支持 事业发展的步伐将更加坚定 投资领域也可能出现不曾预料的机遇 他们的敏感直觉将助他们轻松增加财富 社交运势的上升也意味着更多的合作机会 将进一步拓宽他们的人脉网络 在这个机会无限的月份 鼠舌的朋友们应积极行动 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充分享受这段美好的财富和成功时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